美国国务院在14号记者会确证国务卿布林肯将在18号访问中国 声明中指出此行的重点在讨论双边关切的议题 全球和区域事务以及共同跨国挑战可能的合作 而稍早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在媒体电话简报会指出 台海与台湾相关议题向来是美中之间最重要最具挑战的议题 可以预期布林肯和秦刚将就台海情势进行坦率讨论 而布林肯也将重申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符合美国长期利益 虽然布林肯可能会见到习近平 不过他也表示美国不预期这趟行程会让双方的关系有所突破 而就在布林肯出访前夕 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重新提出 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 重点是要加强台湾的防卫 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 出售台湾嚇阻中国人民解放军侵略的武器 以为台湾未来取得攻击性武器奠定法律基础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指出 美国正与日本协商部署多领域特遣队 以补足美国陆战队在2025年之前 创立的陆战队冰海作战团的能力 多领域特遣队除了原有的陆海空能力外 也拥有因应太空资讯战等新领域的作战能力 以加强对中国的嚇阻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